余政真赔了五百万吗 赔了 当场就赔了 几乎是当场 判完了以后 大概一周之内 几天吧 就赔了 但是道歉 至今没有道歉 那为什么 他不是说上诉了吗 上诉他也败诉了 这个终审判决已经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终审了 那么 所谓专家辅助人呢 是确实是法庭委托双方都要去请 琼阳老师请的我 那边呢 余政辩寝编剧界 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当 方舟好像那个 也有说你 抄袭你妈妈的 对 我指控更严重 我是代笔 我是跟抄袭不一样 我是就直接就是 指那个方舟子 就说直接是我妈替我写的 我就都没有抄 是这样 对 所以但是 我觉得这个抄袭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它几乎可以说 是一个现代概念 就是我老在想抄袭这件事 就是你说 其实古代经常有这个 比如说假托谁 我假托李白写一个事 我假托这个王伟写一个事 包括说莎士比亚 其实他在世的时候 很多人也都说他抄袭 就是说他甚至逐字逐句的抄袭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抄袭 或者说剽窃 他就不是一个犯罪的事 现在就是一个犯罪的事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还是因为钱 而且是巨大的钱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法律概念 原来其实我觉得在法律上 是没有抄袭这概念 尤其是到古代的时候 法律概念当然钱是结果 因为可能判多钱 判小钱那是后果 那真的会成为一个问题 甚至法律因为有权利 像有人不需要赔钱 你赔我一块钱很流行 我告诉你 毁谤 你赔我一块钱 然后道歉 所以我刚听汪老师 我其实蛮想追问 钱当成付了 一个麻包带五百万 可是又兼不到歉 你说没有道歉 这个姿态是什么呢 那原告很明显 你放下来 没有放弃 应该再申请强制执行 要他道歉 当时你在法庭上 有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法庭上是这样 我跟穷雅老师不认识 我只是在一次活动当中 论坛活动当中 有港台的艺术家都在 我发言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最近发生 这么一个事 这个穷雅老师的作品 被我们这人抄了 内地的编剧 我说虽然跟我没关系 但我代表内地编剧 能向你们台湾的这个编剧 表示歉意 哦 当时编剧行为 对对对 我们呢 也关注这个案子 所以人家就注意上我了 我个人就是 我不愿意卷到这个 是非里面去 说实话 这个事真的跟我没关系 后来人家 找了我好几天 更重要的是 有一天晚上 我也不知道是谁 有人打电话 叫我不许接这个事 哦 它代表了某一方 就是说如果你接 会有什么什么 不好的 不利于你的 然后听 接完这个电话以后呢 我就决定接了 哦 然后呢 后来就出庭 哦 那个法院向一小舞台 哗我就上去了 就溜溜的九个小时 我就坐在那台上 我的天哪 审谁呢 审一天 这个程序之繁琐 因为它那边有四家出品单位 就是涉及的权力单位 对 然后呢 有九个律师 因为它代表他们那个 所有的问题 它四家加上余政本人 大概有五方 所有的问题就说 你认可吗 你认可吗 这五方都得表态 任何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方任何一个小事 都得五方 全部表 九个人 这个程序我还上午 那你也可以刷手机吗 不行了 我得坐上 等中午吃完饭 下午 后来整个下午 就在审我一个人 这原稿被告 双方的律师都在问我 所有的问题 我印象很深就是 我当时我还说 我还得回家接孩子呢 就去幼儿园 就行了 走不了了 一直是这个 到了天黑 审到天黑 中间这个 法官和这个陪审员 问过我几次 就你说这个问题 您认为这段戏 是表达还是思想 这是一个关键 对 您认为这是表达还是思想 但是这个表达和思想 这是非常专业的 就是著作权法里的概念 所以一开始 我没有完全明白啥意思 他说 我说到思想 我说我认为任何作家 都不会在他 包括余正 不会在他的作品里 会赢会荡 不会的 我认为从思想层面上来讲 后来才知道 人家是为了搞清楚 这个地方是不是侵权 不是问你那个思想 主题思想 是这个问题 总之就是后来 我上了法治进行时了 所以我从这个案子 要不说 我真是学到一些 那是形式 就是思想本身不受保护 那么包括其中 比如说方法 对 也不受保护 就是说我发明了一种方法 这个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于是在导演这个工作 很有意思 导演的蒙太奇 其实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你像吕克贝松 跑到中国来说 你们中国的导演 怎么回事 都抄我镜头 没事 你没法告他 因为他是蒙太奇 就是法语 就是主接的意思 这个镜头 接那个镜头 这种方法 我可以随便用 但是你看 我就想起 他这个事情 你猛一听啊 觉得好像很简单 他抄他的嘛 但仔细一想啊 法律上很复杂 就比如说那个卡梅隆 就曾经有一次 他就说有一个导演 他说那卑鄙 是吧 这是为什么呢 他拍的终结者 好 那个导演说 你抄了我一个电视剧里边 其中两集的东西 实际上唯一能说的 有点像的是哪啊 就是头三分钟 头三分钟 就比如说是 两个机器人 还是两个什么人呢 从未来回到现在 说这个是我原来距离有的 你卡梅隆那个终结者 你头三分钟 你也是从未来回到现在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这个电视剧里有个机械手啊 那个是半透明的 跟你这个终结者里边 那个机器人的 那个半透明的 那个构造 有点相似 好 我告你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赔了他40万美元 而且呢 在那个联合编剧里 就写上他名字 但是呢 就是一方面 卡梅隆就觉得说 这人是个恶棍 所以你就明显 这根本没有关系 但是你为什么又愿意这样呢 就是显然是估计了一下 真要打官司 这也不好说 很麻烦 所以 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如果产生著作权层面的纠纷的话 这个戏先停播 你们先解决完纠纷再说 这损失就大了 这损失就大了 所有的剧本上的纠纷 都是著作权层面上的 而且有些不容易证明啊 他有计算 要不要赔 像海明威 老人与海 对不对 这么多年的经典 他出来的时候就被告 抄袭 抄什么呢 那个人说 那是在一个party上面 我们喝酒 我跟海明威 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 海明威先生 我在哪里看到 那个老翁 钓鱼 什么什么 跟鱼搏斗什么 所以你后来把这个故事 谁承扫说 你抄我的 就告 又要求赔偿 那海明威事后他说 当然没有啊 我没有抄他的 我自己也出海打猎 出海不渝 到处打猎什么 他说还是赔了出版社 就不想跟那个厄棍纠缠 他阻止我发书 要下架什么 也是赔了一堆的美金 完全这样计算 假如他妨碍你 你那个 那个 上片 后来他说 海明威说 原来后来查出那个厄棍 这是厄棍 当时他刚好生意失败 缺钱用 破了钱 破产 所以就 但是你说 现在你要讲这个抄袭这件事啊 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互联网里 你看这些个自媒体 你最近注意到没有 我经常发现大同小异的文章 这个叫 喜稿 这叫喜稿 对 这个专业名称叫喜稿 这个不是抄袭 就是他其实 喜稿就 就有一种最典型的 就比如说这个一个人 他就是采访了很多的 这个原 有很多原始材料 写了很多采访 但他可能名字不太吸引人 名字就是什么什么 计时 然后就被一个自媒体大号 然后他就把这个 所有的一手经验 都来自于别人的采访 换了一个名字 谁谁谁的情人 他既然是这样的女人 什么之类的 情人去他的房间 静呆了 就换了一个 这个很耸动的名字 然后就变成试玩家 就这个东西 我觉得 喜稿为什么这么普遍 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他这个 他这个 那个自媒体号 他这个量产量 实在是太大了 他每天都要出稿 每天都要出稿 还有一个就是 被抄袭的人 他跟这个抄袭的人 他确实是玩不起 你不断地纠缠 要求对方道歉 你要怎么样 这个时间成本 实在是太大了 又不像一个影视剧 有那么五百万可以赔 那这个很多人被抄了 就想呀算了 就当这个稿子被洗了 你看 就你刚才讲的这个 就不肯道歉 其实你发现没有 近些年以来 包括学术界的 很多这个行为 就是被拿出来之后啊 可以赔钱 但是不爱道歉 为什么不爱道歉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们过去学新闻史 在美国有没有抄袭的 有抄袭 你比如说像当年纽约时报 有一个布莱尔 最后被人家接出来 36篇报道都涉嫌 都不对劲 没采访这个人 就愣说采访这个人 捏造嘛 当时是什么 纽约时报把这件事 头版头条登出来 然后总编副总编辞职 然后这个人就等于你甭混了 你根本也不 也永远不可能享有 原来这样的地位和名声 但是为什么 我这个关于道歉 我还有抄袭 我见过最无耻的是 一个看到一个 也是这种自媒体号 他抄了一个另外人的文章 被人发现了 就要求写道歉信 他就写道歉信 结果这道歉信都是抄袭的 这道歉信 直接是抄我朋友的一个 公关的一个道歉信 就他连道歉信都是抄袭的 但我觉得这个 确实不愿意道歉 就因为这个 在中国人的理念里面 好像这个抄袭是一个道德问题 就包括是一个污点问题 提到郭敬明 你可能大家就想到 这个抄袭 他到现在也没有到 他赔钱了吗 赔了 也是当场就赔了 赔20万好像当时是 对对 当时也是一个挺大的书 作为小说抄袭来讲 而且他抄完 这个盘他输了以后 那个马上中国作协 就把他吸收进作为会员了 对 而且有一种很常见的 我也想跟汪老师讨论 有一种很常见的 为他辩护 就是说好 你这个被抄的东西 他不红 但是抄了的 他红了 就说明这个抄的人 他比你被抄的人 还有质量 就很多人粉丝会这样 余正还那个什么呢 因为我呀 宋芳静呀几个编剧 经常会批评他 然后这个余飞 经常批评他 余正就还反击 说你们什么时候能 写出一个像我这样的 红的戏呢 他说这个 还有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是利益共同体 就是这种作品 他后面 某个平台 就是卫视平台的负责人 还会说 他虽然抄袭 但他很努力呀 他也是很励志 他这么多年 我说你这个干坏事 励志这不算吗 他勤奋 他勤奋 他让人家抄啊 对 他有一个团队 他有一个团队 在帮他一起干这个事 你知道吗 就是抄袭 我得说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他本人抄的 但是呢 他教给他们抄的方法 那么他的徒子徒孙 就开始又抄别的作品 现在又出来 比如说 有一个叫 《警修为央》这个戏 抄了二百多本书 这个连黄毅也起诉他了 当时这些作者 他们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 这个义务帮他们维权的 有一女孩找到我 她说 您能不能看下这个作品 他抄了二百多本书 我说这不大可能 我说抄二百多本书 也挺累的 结果一看 真是 他说 但是这些作者呢 都很穷 没钱 要让他们出来起诉呢 不容易 要说服他们 有时间 什么成本 各方面 律师 我说这样 律师我帮你找 钱呢 我去找编剧们募集 可以 我们有几十位编剧 有很多是国内大编剧 都出了这个钱 诉讼费 律师费 都是这些编剧出的这个钱 现在还在打这个官司 那汪老师 你说他也有人说 比如说情节 那有人 好像我记得 谁还说过一个狡辩什么的 那我说都是抄《红楼梦》的 琼瑶 张艾玲什么的 那都抄《红楼梦》的 那又怎么算呢 对 这个其实呢 我们当时 就说《红楼梦》还是抄金瓶梅的 这个就是说 研究思想 还是表达了 这就是思想 思想和表达的关系 就在这 就是说 我在《琼瑶庶宗余正案》里面 其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我们其实行业内也是这样 你抄人家一个小桥段吧 在戏里面 其实严格讲 不算抄 就是 你这句台词是抄它的 就这样吧 就行业就是说 你抄就抄了 你一个小段落吧 没关系 抄了 或者你抄了它一个人物关系 但具体的戏呢 你是自己编的 也就这样了 这个 从 创作自由的角度上讲 宽松一些 好 但是 你如果 叫一系列 有因果联系的 情节段落 都是一样的 就上个法庭的人说 你的因果联系也是一样的 而且它的这个连续性 是一系列桥段 组合方式也是一样的 那你肯定是抄了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美国的法官 叫波德纳 他专门写了一本小书叫《论嫖妾》 他在那个论嫖妾 他对这个嫖妾的定义是 非和 就是双方译的欺诈性的抄袭 就非和双方译 这很好理解 比如说你同意 让我借用您的美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欺诈性 就比如说 我仿写红楼梦 我这戏谑的写红楼梦 我给这个人物 甚至起名叫红楼梦 这没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 《红楼梦》不是我写的 《家暴欲》不是我发明的 但如果我有欺诈性 我就说 这就是我的原创 那就是剽窃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在 但是就是说 你讲的是法律 但是比如说 我现在想 你要讲道德 它其实有的时候 你要是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说 我都觉得 那我也很丢人 但是呢 你比如说 好比说作为主持人 我在这节目里讲的 老实讲 大部分的话 都是人云亦云 都是看着别人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不可能跟你说 这个《家暉》 这个《相对论》里是这么说的 这个《蒋方舟》的某本书里是这么说的 这是我这节目没法说了 于是呢 很多时候 其实我就是当我的话说出来了 我就说 咱不讲法律 这并不违法 就从最高道德标准上 我说了个金句 观众佩服我 觉得文涛思想真深刻 我其实 在严格的道德上讲 我也是享受了 但就是抢了你的荣光啊 你们明白这意思吗 是他的智慧啊 但是大家都当成是我说的 但是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案例 跟您说这个 你有没有挣钱 你有没有靠这个挣钱 挣的啊 他有啊 他有啊 我又不是公益姐 姜大姐 这也是 江南有 不许告我啊 江南有个小说呢 提前的少年 他是用的金庸的 全部的武侠小说的人名 写大学生活 那么这个小说 后来金庸告他 他就道歉了 那么这个差异呢 我也经常跟别人讲 这个问题 就是网络小说 一开始 因为互联网金庸 是分享式的 免费的 对 我是他的 我是一个同人创作 就是我喜欢这个 这个作品 我仿造他的风格 用他的人物 我创造一个新的故事 同人创作 不侵权 因为我是分享式的 免费的 当他开始出版赚钱了 金庸才找到他 哦 就是告你 你得把钱给我 你这是从我这儿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可是汪老师 假如用金庸这个例子 能不能这样看 其实他在网络 同人分享的 假如金庸要告 也是可以告的 可是因为他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有赚钱 所以我告你 浪费我的钱 金庸放长线 那你赔不了我多少钱 所以不表示说 当时在网络上面 他没有违反 什么原创保护的条例 而是没人去告 所以这就回到 风泽说那钱的问题 另外那权力的边界问题 像我们都知道 美国那个霸权产业 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以前很多类似的案件 有一个听起来就很荒唐的 那个好像迪士尼 还是哪个公司 那个一首卡通的歌 然后在美国一个小地方 老师带着几个学生 晚上迎火会 在旁边围着火唱那个歌 唱完那个卡通的歌 旁边不晓得谁 住着迪士尼的经理 听到他们没有获得申请 预先批准就唱我们那卡通的歌 一群小朋友跟几个老师 发律师信 可是他没有告他警告 我们发现你在几年几月 晚上十点半 大家一群人在那边 没有预先获得批准 唱我们的歌 我们保留 告你的权利 那这样人家这事情出来 以后就大家就怕了 不敢所谓侵权 从他的角度 我不是为了针对你 我为了保护我自己 警告杀鸡警猴 可是从文化创造的角度来看 大家就不敢 不敢再去演绎你的歌 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前看电影 外国电影 去电影资料馆看 它不是公开的商业性的行为 是可以放的 它没有版权的情况下 非商业的是可以的 包括我们一些戏剧演出 你拿到境外的一些版权 你不卖票是可以演的 你卖票就侵权了 这是一个名校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 就特别难以分辨 比如说这个问题 为什么抄袭这个问题 它是个哲学问题 甚至你比如外国 有的文化研究学者 他甚至提出方舟有时候 用这词叫护文 后来我才能明白护文 他就说人类社会 某种程度上讲 任何一个文本 都是以往无数文本的 这个就有一种交互关系吧 就是你很难说 你的某个想法 某个表达 跟你以前所看过的东西 没有关系 只不过这个关系 有多具体而已 对吧 你就好比说 汪老师 你就敢说 比如说你写了那么多 几百集的这个剧本 那这里边的桥段 情节 人物设定 你写的时候 你没想到过 从哪拿一个过来 这是正常的 就是你借鉴别人的创作 是正常的 你比如我理解 就是说你要是原样这段话 咱查一门一样 那你显然是抄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 它不是原模原样 它是情节 比如说啊 他虽然这个人物 这个是近似的 比如说都是二战的时候 一个女护士 最后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呢 他在写这个女护士的时候啊 女护士的性格 跟你那个不一样 女护士的做人 跟你这个不一样 那只是这么一个 设置上的一样 这也不算剽窃 所以文学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叫影响的焦虑嘛 就是说 其实很多作家 都是在别人的影响下 开始写作 包括说 很多的这个作家 你看他们的处女作 其实都是模仿 就这模仿 甚至都到了抄袭的程度 就是因为 就是一部分的原创性 和创造性 就是来自于模仿 然后我觉得 所以还有一部分原因 我觉得为什么 这个东西很难界定 就是每个人的经验 都是有限的 就是我们 怎么能去制止 说我不去借用你的经验 这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小说家很有名 叫麦克尤恩 他之前有一个小说叫《赎罪》 后来被改编成电影 他这也引起一个抄袭的 一个争议 就是因为他那里面 有一个女主人公 就是有一段 关于二战的描述 他们就说 他这个关于二战的描述 跟一个二战亲历者的 亲历者的女性的回忆录 是高度相似的 所以就说你这个是抄袭 但我觉得这个 我也挺替麦克尤恩 交冤的 就是因为他确实是 没有实际的体验 他没有经历过二战 那你这个资源怎么去获得 你必须借助其他的文本 所以我觉得确实 大家如果对抄袭的 这个边界定得越来越宽的话 很多作家的创作自由 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但是这个跟 人的这个本身的道德感有关 你比如说 叶燕 那个电影 他的故事来自于哈姆雷特 对 那么就我知道当时是有他 他们那边的人吧 问我说你是中西毕业的 我们这个版权找谁买 哈姆雷特这个版权 我说这是沙尔比亚写的 他说对呀 沙尔比亚有没有后人 后来我说沙尔比亚是这样 我说现在无法论证 这个人确实存在 那我明白了 我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公共版权 第一个他已经死了 超过那么多长时间了 我们一般是有一个实现 50年死后50年 那么在国外呢 哪怕长一点 他也早超过了 我说可以用 这就说明这个导演也好 他们公司也好 他们是有这个版权意识的 另外还有一些作品呢 很复杂 就很有意思 就是你比如说 像满城近代黄金甲 对 他的故事来自于雷宇 对 那么他父亲 后妈的关系 和孩子的关系 就是雷宇的人物关系 有没有版权 你看影片里面 字幕里面没有 但实际上据我所知 是找曹宇的女儿万芳 买了版权 但是呢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 是版权人要求 不要写在上边 就你别说 我希望保持 我原来版权的那种纯粹性 但你要用 你就用吧 我授权给你 那么这种授权是比较复杂 也许没收钱 也许收了象征性的钱 这都有可能 这就是人家情况不一样 你不能就指责人家 那人家可能还有保密条款 人还没法跟你解释 说你是超雷宇 我自己也碰到这种事 就是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 这个雷剧的那个创作者 创作者 对对对 一起来看 刘新宇 雷剧 他们老说 那个白衣冲是网剧一哥 我说我是雷剧一哥 然后这个戏呢 实际上来自于 大家都知道 是台湾的流行花园 但流行花园的母本呢 是日本的极音社的 叫花样的男子 那么当时这个老板要做这个戏 我说你不要去找台湾买 你直接找到极音社买 买这漫画的版权 老板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回来说没问题了 咱就开始弄吧 人家决定授权给我了 我们弄到一半开拍了以后 日本那边发函来 就说 你们怎么就开始拍 他说我不是跟你们说了 我买吗 日本人比较规矩 我们老板就飞过去以后 八个律师 对他了 一查 有备忘录 说要卖就卖给你 他说行啊 你们开价吧 我买啊 日本人说 对不起 向他道歉 说我们这版权 卖给韩国人了 有排他性 那不行 你们答应卖给我 我这已经开机了 要不你赔我钱 是吧 然后日本人说这样 这样行不行 我们 你帮我一个忙 就是你拍 你别叫流行花园 你也别叫花样的男子 那行 你也别叫F4 那你注明是F4吗 对 可是这不行吧 求求你 你帮我忙 我不收你钱 你随便拍 但你别叫F4就行 那老板回来问我 这不叫F4行吗 我说可以 叫H4 我说不已经拍了好几天了吗 口型都是一样 H 就这么变成H4 这个系就是这样 所以老有人又说 万里你是不是操心 我说我没法跟你解释 这个是有保密条款 我估计现在也 保密期也过了 韩国人估计 也不再追究了 所以这个要深究啊 它很复杂 最后你还是得尊重法律 到法庭上 九个小时慢慢变息 对 所以我一直说呢 这种侵权的维权 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标准 就是他要有苦主出来 咱别没事瞎替人家维权 人家可能愿意 人家私下又怎么回事 所以就出现过 比如说 当时唐人街探案 就是他们 陈世成的第一部 唐人街探案 现在到二了 就有一个作者的名字 署名就说 署到后边去了 那么就有别的编剧 替他维权 说你不能把这个作者 人家是编剧啊 你为什么数到那后边 结果那人自己出来说 我愿意 这样不就我愿意 是吧 我说这次咱就别管了 人家愿意的 可是那个巨人老板 当初也蛮大胆的 根本合约的还没签 怎么就开拍了 他应该是得到 很肯定的答复 你是不能说闲话一句 是的 我也觉得 我跟你说 这就跟我们的说的 这个中国的具体情况啊 这个有关系 我是觉得 当然你咱不是说 这个很复杂的问题 咱就说是 很明显的这个抄袭啊 我就像你刚才讲 我也是觉得 为什么不爱道歉 上次跟他们 徐老师文道也经常讲 就包括中国的这个学者 被人指控抄袭 都不爱道歉 我能理解 或者说我不能理解 我能理解我 我能理解我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发现呢 你看啊 我们对一个某些行为啊 有没有公愤 有的 有的 你们编剧协会 那当然你们编剧有公愤 但是要照我感觉呢 好像公愤不够大 我有的时候是觉得 有点昏昏噩噩的 你比如说我假想说 我是个网友 我也不是你们这圈里人 我也不管 对吧 好 都说这个 他抄袭了啊 那他没道歉吗 甚至他 广州话叫 硬镜啊 这怎么怎么 我又没有 我这个不明真相的群众啊 比如说本来我是他粉丝 反正他都没承认 你们都说 你们都骂他 对吧 那这事至少 我是个稀里糊涂 对不对 我不会对他有愤怒 但是呢 你看 如果 真的道歉 为什么不能道歉呢 他一位道歉比500万还贵 这一道歉呢 提醒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你明白这意思吗 他就 我就是觉得咱们就有的时候 他就有点 混水关于 你看 很多骗子大忽悠 都在我们周围晃悠 不是 你们 我周围没有啊 都在他周围晃悠 都在他周围晃悠 你发现没有 仍然可以保持着尊严 社交场上的面子 大家好像不大有所谓 就是 我只要不认 我只要不认 我的支持者就在 我只要不认 专业圈之外的更大多数的人 就浑浑噩噩 还可以吧 他又拍了个戏 过几年我没抄 有个小说火了 哎呦 这还是大作家 过去中国人也善于忘却 你发现 过去的事情了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比较极端的是 这个戏 于正这个戏 被判 输了 初审判权 然后电视台 抓紧时间 又播了两遍 因为你的终审判决 没下来 他知道这个戏 肯定完了 但是他抓紧时间 再播两遍 我们环境 现在是这样 但你要说 同仇敌看 舆论这个事 有一个139个 编剧的 连署签名 要求严惩他 139个 琼瑶跟我说 他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 眼泪就下来了 他知道 还是有工心在 琼瑶阿姨 就又爱祖国了 对 对